从未进之后到唐朝 唐朝达到另一个高峰 盛唐时候人口最盛的时候 据现在的估计 现在重新去统计估计 大概能够接近9000万 现在我们最新的 就是去推测和统计来说 然后到了唐末 古代诗国又是一个大战乱 人口又锐减 人口又锐减 然后到宋建里之后 很快就是北宋的时候 就进入了一个人口高速增长期了 就是它的增长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隋唐 魏晋 秦汉时期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样农作物被引进了 不是红薯 红薯这些东西到明清才引进 北宋最大的一个改变 是它从越南引进了一种大米 叫战成道 战成道是中国古代人口 开始突飞猛进 人口开始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战成道它一年可以多数 虽然它的口感不是很好 但是它能养活更多的人 所以从北宋开始 人口就已经开始激增了 北宋达到人口高峰的时候 已经过亿了 已经过亿了 然后到南宋 南宋虽然只有半壁江山 北方人县 但是南宋的人口也能达到 差不多一亿左右 主要是战成道的影响 战成道在北宋的时候 有官方记录的朝廷为首 就是朝廷组织引进 大规模的至少有两次 每一次都是多少万蛋那样的引进种子 大规模的推广去种植 当时的宋朝廷的记录也是说 就是这个米不好吃 但是它确实出树面 所以中国人口的第一次的这种 这种现象级的爆发 实际上是在宋朝 宋朝过亿之后 然后到元朝的时候 因为元朝也是因为经过这个蒙古人 这个打来打去战乱啊 战乱的息 元朝的时候人口始终没有过亿 但是也在八九千万徘徊 元朝时间短了 不到一百年 结束了 结束之后到了明朝 明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 就是继续战成道 大行其道 就是这种道米在南方还是大行其道 比北宋的时候推广的更好 所以到明朝的时候 其实都人口都已经两亿左右了 快 明朝的人口到巅峰期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 我现在具体说的记不清了 要么是已经逼近两亿 要么是已经过两亿 因为它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我也不好说 给大家说一个很确定的 到底是多少 只是说有不同的说法 统计方法不一样 然后到了这个清朝建立 清朝建立之后 最重要的对中国人口增长 推动最大的一个事件出现了 马铃薯来了 不是 其实不是 不是吗